晚上好 我是家旋 槟城成都咖啡店因为公开贴出老人不点饮料罩引发渲染大波 其中至少点一杯饮料否则将收茶水费的规定也引起许多议论 对此 槟城福州咖啡工会主席张军瑜授寻时说 不点茶水收费的规定在槟城是普遍的做法 只要贴上告示 业者收费不过分 且能弹性处理 客人也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在店内消费还是打包 而滨州国内贸易及生活费局局长杰根则提醒咖啡店业者 可以放告示通知顾客 但不能强迫顾客消费 如果顾客遇到强迫性消费 可以向当局投诉 以让他们派人前往有关的咖啡店进行调查 西蒙在过去全国大选的竞选宣言中 曾承诺将审查和废除所有压迫性法令及严厉的法案条例 例如煽动法令 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 SOSMA等等 而自团结政府成立后 此承诺会否履行备受关注 首相属法律集体制改革副部长兰卡八行 今早做客BFM电台节目时就指出 政府目前没有废除煽动法令的计划 至于SOSMA部分 该部门正在跟警方 非政府组织和律师代表讨论如何微调 并且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有所定案 兰卡八行直言 作为一名前刑事律师 他了解SOSMA的弱点 所以他认为要获得解决方案 就得跟所有设计方 甚至是该法的支持者进行讨论 说到煽动法令 针对前首相马哈迪日前炮轰安华打压异计 不让马来人发生的言论 前巫统萧山区国会议员纳兹利就要求政府援引煽动法令对付马哈迪 也是大马驻美国大使的纳兹利 接受埃斯罗阿瓦尼访问时就批评马哈迪做贼喊贼 在掌权22年不断建制任何种族集会 如今却对政府不允许集会的举措提出质疑 这显然是在煽动人民 憎恨现任政府 纳斯利补充 他曾是马哈迪的内阁成员之一 而在当时的年代 政府会以集会造成暴动为由 禁止举行 甚至会援引内安法令对付集会者 他直言 马哈迪在没有掌权时 对马来人的命运心得非常关心 但任想期间却贬低马来人 以懒惰来标签马来人 所以没有马来人会再相信马哈迪所说的话 换个焦点 政府严厉禁止外国车辆添加补贴汽油 不过有业者就明知故犯 成为全国首宗被定罪的案例 这名来自新山的油站业者被控在4年前 允许外国注册车辆 添购54公升 价值113令吉30仙的 RON95汽油 应得触犯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 哈迅早在新山地庭认罪 被判罚款4万令吉或监禁5个月 成为全国首宗在此条令下被判刑的油站业者 2009年7月15日 时任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汉华的政治秘书赵明福 被发现离奇卧时在雪州反贪会总部 所在的沙亚南商业大厦5楼阳台震惊全国 尽管案件已经过了14年 新盟掌政时也一度重新开档调查 但赵明福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个谜 如今团结政府上台 内政部长赛富丁披露 警方将重新传照案件的所有证人以协助完成调查 对此 赵明福的宝妹赵丽兰代表家人发表声明 其家人和赵明福民主基金会主席黄叶华 已在数周前与行动党秘书长陆赵福 和几位的新盟国会议员会晤讨论命案的调查进展 在会晤中 他们表达了对缉拿凶手 及让冤案谁落实出的要求和坚持 而他们也相信 在团结政府的5年任期内 赵明福命案的调查和警控会有正面的进展 新闻结束之前 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